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需要这么进行测试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合作 能够让我们社会来整个社会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也很详细的讲整个的流程 就是利益平衡的流程 但是我想讲几个关键点 IEEE标准委员会 我们有一个叫做开放的流程 什么意思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并且加入我们的工作组 都有 或者只要他有利益设计的话 当一个标准 首先出来之后 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就是有利益的设计的人 他们都需要参与 也就是说制造商和用户 或者说政府机构 那么我想在80年代 上十一八十年代 和83年左右 当时的环境问题 还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时候考虑的不多 我想讲的就是关键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我刚才讲了 就是这个热点办 就是这个蒸汽 它是有泄漏的 那么现在在环境 这是个大问题了 因为在当时不是大问题 因为现在美国的很多设施 你必须要 如果你有一个流程 你必须要有一个水 这个水排放 也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有下雨的话 你必须得将水都收集起来处理 因为可能会设计要有油在里面 对吧 有污染 我不知道在中国 那我们要看这个 但是我们看这个 蒸汽蒸汽这个热 这个半热呢 他们根本的就直接把它就让去放到地下水当去了 今天他们就不会做了 就是说从环境来讲 环境的考虑呢 现在有更多的这种环境敏感度就更高了 现在的环境敏感度更高了 另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讲了一个就是一致性 换句话说呢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平衡 它它是任何一个 它都开发任何的都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我们有一种平衡 或者说一种叫做妥协 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就是所有的呃 这个呃 一些是这个是生产者 他们说想怎么干怎么干 这不可能 必须要就是用户和这个生产商和监管机构等等 要有要做妥协 而且呢 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有机会来 这个来这个就是就是讲他们的意义 讲他们的意愿 因此呢 那么今天呢 我这里想讲呢 就是一个开放的流程 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 当一个标准的工作组 他出台了一个标准 设计一个标准 任何人也想要参与 或者是想说 都可以说 都可以参与 也 那么515 这个我不好说 但是呢 我想讲 iTriple 还有一些标准呢 就是电子设备的 这些标准 就是和主要是做处理 这个废 废旧 这个电器的 如何来处理这个电器零件 元器件的 如何这个处理回收 那么这个 这个像这种案例 那么凡是做这个EPA环境局的人啊 真正做这个这个这个废品回收的一些人 他们都参与的非常 都非常 参加都非常密切的 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想我理解了你的问题 那么 你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首先呢 是我想呢 就是关于你刚才是这个是雨水呢 这个水 油济入水当中 这个呢 在美国呢 是美国的环境部 是一个政府部门 他们来做这个决定的 就是这个含量等等 那么这个 这个联酿油厂呢 他们是没有 不可能定标准的 必须是政府来定这个标准 那么回到呢 刚才你另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我的 讲的第一个文件当中 就是上个世纪 73年叫做推荐的实践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是一个推荐的 你不一定呢 要做 也就是说不是强制的 我想讲呢 就是那 iEEE515 随着它的发展过程 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标准 它不是一个推荐了 那不是 不是 在美国呢 政府决定说 这个这是一个国家标准 那么将我们这515确定为515 然后呢 他们 那么像欧洲呢 他们呢 是SATELAC 他们这个机构来决定 就是哪些标准来执行 我在中国呢 也做很多的业务 我想呢 应该是CQST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应该是中国这个质量标准 什么 他们也是就认证这个电器产品 我们的电器产品 做认证 是不是能够在中国使用 那么我想呢 他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在机场附近 什么有这么一个单位 我记得是 那么我想会呢 就是我唯一熟悉的就是这个 那么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 我希望今天呢 大家还能够了解其他一些案例 那么我觉得我能够说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标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还知道其他的一些 就我们领域的一些标准 我们叫IAS 那么他们可能没有很 我不知道是怎么 就是经济方面我不知道啊 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很显然 他这个很多的标准 他 就是政府表明他们能够 我不能够说是哪个行业 他们的这个收入是多少了 我不知道啊 如果没有标准 他们可能 可能够加入某一个行业 但是有了这个标准 他们能够加入某一个行业 是我只能够讲515 别的行业我不知道 那么学生呢 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说 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是学生要问你这个问题 上课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 那么我还得要和学生 得查一查 我这个 我们请 还有其他的例子 我不能就说以偏概念 只说我的这个 而不管别人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 谢谢